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在韩国不到一天就突破500万观看次数的一个新闻 上个月22号在韩国人川 一位女性似乎是被什么追赶着拼命的在奔跑 然后一边大喊着救救我 一边用手敲着汽车保养厂的门 马上汽车保养厂的老板与员工们都走出来了 结果发现这位女性是被一个手上拿着铁棒的男性追赶着 而这位手持铁棒的男性在看到汽车保养厂的员工们后就逃走了 据了解就在一个小时前 这位男性在一个小超市里用烧酒瓶威胁着超市的女老板 并持续做出非常暴力的行为 而跑到汽车保养厂求救的女性就是该超市的女老板 因为这位女性在电外也遭到了这位男性的失报 所以就赶紧逃到附近的汽车保养厂了 这位女性对媒体表示 当时我遭到失报非常危险的情况 因为是晚上都没有人能帮我 但是他们马上就放下手上的工作来帮我了 再看到汽车保养厂的员工们走出来后 将手上的铁棒丢弃后逃跑的男性 最终还是被汽车保养厂的员工们给抓住了 汽车保养厂的老板对媒体表示 因为他一开始假装逃走后又转身看了一下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跑过去抓住了他 将他交给了警察 可能是我的体格比较大 所以他还问了我你是警察吗 而为了以防万一 汽车保养厂的员工们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 一直都坚守在超市的门前了 汽车保养厂老板最后表示 我做了十年的职业军人后 现在开了汽车保养厂 就那点罪客 而被喝醉的男性遭到暴力的超市女老板 因为非常感谢汽车保养厂的员工们 所以就将这件事情举报到NBC电台了 最近这个社会大家都彼此不关心 当看到他们帮我到最后 实在是太感动 所以就想要更多人知道 称赞他们炫耀他们 所以才举报了 哇一直在店门口前坚守着 真的太帅了 把手上的工作都放下 一窝风都走出来 虽然不管我的事情 但是真的又感动又感谢 希望汽车保养厂能大发 这位像妈妈一样的人会有多害怕呢 不仅仅是帮忙还一交给警察 真的是要收到称赞 在听到求救后 大家一起走出来的样子 很像是复仇者联盟 帅死了 你看健壮的男人们一窝风走出来 那个人马上就能调解愤怒了 所以说喝酒身心脆弱 真的是要消失 包括我所有看影片的男人们 我们绝对不要成为这种没出息的人 好吗 所以对于汽车保养厂的复仇者联盟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